我们的最开始我们来看看两大帅哥 吴奇隆和霍建华 这两位呢都是来自台湾的艺人 也都是影视哥三期明星 而且呢都是由偶像派转变为实力派的演员 不过他们两个呢年龄相差九岁 吴奇隆呢出道已经是二十四年 而霍建华才刚刚出道十年 他们也从来没有活作过任何一部影视作品 然而现在一部电视剧 让吴奇隆和霍建华在事业上的轨迹 终于产生了交集 两个人见面真的是相见很晚 一部步步惊心让吴奇隆突然人气爆棚 造就他事业的第二春 现在偏约不断的他 因为要照顾好各方面的工作关系 甚至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有些时候你还是会累了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情况就是 除了拍戏的时间 那会有很多的活动班长典礼 然后很多的访问拍照 那这些工作其实我大部分都是要用 晚上睡觉的时间来赶车 就我的睡觉有一部分可能都是在车上睡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为了要少请假 那你只能说就牺牲睡觉的时间 所以偶尔你还是会真的觉得有一些疲倦了 目前工作全部满当的吴奇隆很懂得感谢观众 他透露自己确定会在我台的跨年演唱会上 和所有喜爱他的观众一起迎接新年 跨年应该会出现 这个他们保密也不能说 而且我现在我也还没收到最新的要做什么 也还不知道 那除了跨年吧 还有很多春晚啊什么 各个电视台的邀约都有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很伤脑筋的在排时间 怎么样去达到大家都满意 然后我们也能够尽量去把事情做好 接党步步惊心的电视剧《青世黄飞》 同样也让霍剑滑火了一把 然而他的情况却与吴奇隆不一样 言语当中似乎对《青世黄飞》有些回避 我其实没有这么关心了 因为《青世黄飞》 我是一个特别出演的一个状态 我并不是主角不是主演 所以我就没有太多关注 所以包括很多的宣传我都没有参加 他这个做的好事都是他的功劳 跟我没什么关系 霍剑滑的回答很容易让人产生好奇 那么他接下来的安排又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计划就休息了 可能就暂时先不拍了 想希望好好过一个年 因为大概有两三年时间 我没有真正的过过年 都在剧组过的 所以今年拍完就 今年就结束了 拍完这一部 无论各自的情况有多么不一样 两大创造了收视家系的电视剧男主角 现在将一同穿越到明代 出演悬疑探案电视剧《行名师爷》 我是传统的明朝的师爷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文的文人 然后有些时候个性上是比较古板的 那剑滑是从海外回来 所以他会比较活泼 造型上面包括他说话反应 很多表演都会比较活泼 那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存在 我想这也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呈现出来的一个戏剧效果 这次感情就不会这么沉重 还是以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开朗的一些情感 不会说爱等你死我活死去活来的 这种 这次跟这个团队合作很轻松 然后大家都很专业 觉得特别开心 希望到时候过初大家会喜欢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戏 也能够支持我们 谢谢 在片中 吴奇隆饰演的段瓶千和有礼精灵干练 是本地百姓皆知的神段 而霍建华饰演的孟天楚 则是突然出现的神秘人物 个性开朗敢作敢为 却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两人亦敌亦友 共同出生入死 侦破了惊天大案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两人的个性 却与角色完全相反 现实生活中 可能我比较像建华戏里那个角色 然后建华会比较像我戏里那个角色 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男主角 首次在《行名失业》这部剧中合作 这其实并非巧合 事实上 他们早在各自的剧热播之前 就暗暗关注对方了 我看过他的戏的片段 但是我没有全部看完 我们的作品当然戏在上的时候 我们有时间偶尔还是都会看得到的 有一天我们在化妆间 就不知道谁放那首歌 那我就问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然后他说 那是他们步步进行的主题歌 我觉得很有画面 会有很多深刻印象是留下来的 而此次两人的合作能够得以实现 其实也是吴奇隆有意促成的 我接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知道建华接这个戏 第一次合作 我跟他都在这边发展很多年 可是我们一直没机会合作过 那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那他也是我的前辈 然后他一起工作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次就是他拍这个戏 我觉得其实有机会是可以一起尝试试试看 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火花跟表演 他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拍这部戏 我觉得特别开心吧 吴奇隆和霍建华年龄相差9岁 吴奇隆出道已经24年 而霍建华才刚刚出道10年 然而他们一见面 却颇有几分相见恨晚 英雄系英雄的架势 吴奇隆习惯在剧组煲汤给大家喝 那么这次霍建华有没有享受到前辈的特别关怀呢 他没有要过我喝他煲的汤 如果我是女生的话 他会考虑一下吧 他再说一次 我就明天就喂他 没有主要是因为我煮汤的那两个大锅在横店 目前邢明师爷还在拍摄阶段 相见恨晚的吴奇隆和霍建华 到底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两人的合作幕后还有哪些有趣的话续 我们将继续关注 过去看看 我们下集完结一下 我的天地 在这边